我要先呼籲民進黨 第一個 不要再造謠 第二個 不要自己卡自己 第三個 請不要錯過補考 補破網的最後機會 民眾黨沒辦法接受民進黨 無知弄法跟玩法的這個狀況 他們如果不依法來編追加預算 總預算 悲響不違 如果 民進黨繼續違法 繼續對不起人民 不依法趕快追加預算 台灣民眾黨反對 總預算副委 我要特別強調 解鈴還是細鈴人 總預算為什麼到現在沒有副 只是從到這個 在程序委員會 因為民進黨違法在先 對不起的人民 而且他破壞的是整個法治 我跟大家講一下 基金不可行 基金是違法的 第二個 第二億倍金也不行 大家知道 第二億倍金是救命錢 怎麼可以拿救命錢去 這時候拿出來呢 有一條很好的路 就是追加預算